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有这样一个学校 一群孩子 他们满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学习中国语言 中国文化和艺术 他们在紧张的课余时间 吟诗诵词 举办传统的习俗仪式 庆祝中国节日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来认识一下他们 美国七彩桥艺术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 好 今天的荣幸请到何静老师和他的几位学生 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何老师和他的学生呢 在旧金山湾区举办了很多的 关于宣传中国文化 中华艺术的这种节目和活动 我们今天请到何老师和他的学生 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些活动的一些经历和体会 首先呢我们请何老师和三位学生 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何老师请 学生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尼斯董 来自美国加州Presented 今年8岁 好 谢谢大家的介绍 下面呢我们请何金老师为我们介绍美国七彩桥学校 好的 美国七彩桥艺术学校位于加州硅谷地区Presented市 学校致力于语言艺术的教育工作 提高青少年的艺术素养和表达能力 学会中文的生 形 意之美 传承中国文化 学校也为热爱影视戏剧表演 播音主持和演讲的青少年 提供专业教育和培训 我们的教学理念是 学习 参与 体验和成长 学习知识和技能 参与艺术和社会实践 在实践中获得体验 通过体验达到德 智 体 美的全面成长 成长呢就会自觉地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正向激励过程 最终使学生不断掌握语言艺术的精髓 能够自信准确地表达自己 同时也具有阳光向上 勇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所以学校非常强调 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演出 竞赛 视频作品的拍摄 和制作等文艺活动 以及去中国贫困山区支教 抗疫疫情等社会公益活动 那我们都知道 像前面何老师也提到了 在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日 会组织学生们去举办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活动 那何老师我们都知道 在国外在美国 很多华人孩子 他是没有学习中文 学习中国文化的这个氛围的 那您在这个传承中国文化 这一块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呢 组织这些维艺活动 当然要比只是课堂教育 要困难的多 需要统筹安排各种事项 做大量的幕后准备工作 付出很多时间和心血 到临场指挥的时候 更是异常紧张 学生们容易出各种状况 现场真像打仗一样 经常一个活动下来 要休息好几天才能缝过来 虽然辛苦 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值得的 更是有意义的 这些活动让学生们 对艺术和中国文化 有亲身的参与和体验 这是从书本和影视节目中 所得不到的 体验能够使学生 加深对艺术的理解和热爱 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也是我们坚持的原因 感谢何老师的坚持 和何老师的追求 这我们大家都是受益者 何老师 我看到您今年也组织了 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2022全球爱华诗歌春晚 诗运挑战杯朗诵比赛 母亲节端午节中秋节 您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学生们都参与到 这些活动的组织编导制作的工作 孩子们表现的都相当的出色 那我想请教您组织这些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呢 像我前面说 孩子们在这边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文化都是很困难的 甚至他们会有一些抵触情绪 那您是如何帮助孩子们 克服这些困难 使他们保持这个学习的热情了呢 关于组织这些活动的初衷 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教学理念 学习 参与 体验 成长 在这环环相扣的四个环节中 参与是最关键的 我们组织这些活动 就是给学生们创造一个个 参与的舞台和机会 现在是网络世界 孩子们通过阅读和观看 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机会 大大增加了 但亲身参与的机会却减少了 只有参与和体验 才能够获得深刻认识和长久热情 是阅读和观看所不能取代的 另一方面 我们组织学生对于活动的参与 也是全方位的 不但参与演出 我们还组织了挑战未来学生团队 学生们参与活动的组织 编导 制作等工作 比如《七千米思凡》第二季 就是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 2023年CCTV全球爱华诗歌春晚会面试 关于华人子弟 怎样才能坚持中文学习这个问题 要长期坚持 关键是要有激励因素 参与各种活动 是最有效的激励措施 当然 我们也会及时对学生的进步 给予表演和鼓励 我们每年还要举办 适应挑战杯国际中英文朗诚大赛 给大家提供一个竞赛和交流平台 这些激励的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学校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常年坚持学习中文的 今天参加采访的几位学生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何老师刚刚说了 今天接受采访的几位学生都是佼佼者 之前何老师也给我提供了几位学生的介绍 我看到都非常的优秀 那么我们下面和孩子们来聊聊 首先那我想问问子信 子信我看到你的介绍 听说你很全能 你又会设计又会编程都非常的厉害 那你平时是不是课后要发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账面吗 是的 我非常喜欢计算机编程和设件 我对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我想学习如何改变我正在玩的视频游戏程序 我开始上网学习如何编程 我父母也送我去学习了两年左右的编程 现在我参与了一些志愿者的工作 每周六我叫中学生计算机编程 我喜欢叫他们 因为我可以和他们互动 还可以帮学生解决问题 对于射箭 那是我刚刚接触的东西 有一天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会射箭 我觉得这很有趣 便开始向他询问更多油管射箭的信息 我请求父母让我试试射箭 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教练 我开始学习了 教练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射箭 并仅可能多一些练习 我在自家后院立了一个靶子 有空就可以练习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里 我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现在我已经学习四年了 自从我射箭以来 我认为我做得很好 我已经赢得了一些比赛 目前在加州21岁以下排名第三 我打算坚持学习射箭 我会加倍努力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代表美国国家队 参加21岁以下青年队比赛 刚刚你说学习计算机编程以及射箭 都是你的兴趣爱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和何老师学习中国文化艺术呢 是爸爸妈妈要求的呢 还是说你自己对他感兴趣 OK 我的父母来自马来西亚 但我的祖父母来自中国 他们在家里说福建话 吃的是中国菜 这几年 我对他们的起源越来越感兴趣 想了解中国文化 几年前 我去中国平顶山参加了一个夏令营 非常享受这个夏令营 我们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书法 其他的中国文化 我们参观了少林寺 和许多历史名声 那次旅行之后 我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 我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妈妈了解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就推荐我来参加七彩桥艺术学校的中文朗诵课程 在一年多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中 我的中文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而且有机会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过年的时候 我爸妈总是给我红包 有时候还包饺子 现在我了解了这些传统文化的来源 以及背后的故事 那紫线你觉得就是经过这些学习 它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首先我的中文和朗诵水平 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最近举行的诗运挑战杯 国际朗诵大赛上 我获得了中学组古诗冠军 和现代诗的亚军 这些成就也激发了我坚持学习和使用中文的兴趣 另外在学习过程中 我也参加了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 例如今年的母亲节晚会 端午节传统庆祝活动 中秋节游演表演等 还参加了后裔十二的视频短片演出 拍摄后裔十二的短片 是由我喜欢射箭引起的 我参加了编剧并担任主演 扮演后裔 除了拍摄了视频短片 我们还在旧军山大型的中秋游演活动中 进行了现场演出 通过这些活动 我一方面积累了登台演出的经验 也对中华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健身体验 特别是了解到善于射箭的后裔 是中国神话中的大英雄 他拯救了人类 这对于我学习射箭 也是一种激励 除了学习中文 练习语言表达能力 和了解中华文化 在参加演出和排练的过程中 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互动 也很有趣 我也看到老师在排练和练习期间 管理和控制课堂是多么困难 因此我决定尝试并参与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我在端午节活动中担任了导演的职务 也是挑战未来学生团队的负责人之一 这些对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它帮助我学习了很多组织策划和协调能力 我相信我学到的这些技能将来会非常有用 好谢谢紫欣 紫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很快呢你就会开启一个新的学习历程 会进入大学学习很多新的东西 上大学之后会继续参与这些文化活动 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吗 你有这个打算吗 当然我上大学后会继续参与这类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 可能还会上一些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课 我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许多不同朝代 以及他们发明的许多东西 我很难想象他们决定这样做有多困难 我也喜欢了解中国古代的许多发明 我想了解这些发明背后的故事 感谢紫欣的分享 希望你进入大学以后会有更加精彩丰富的生活 也希望你能在学习中国文化 传扬中国文化上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感谢何老师和子欣的分享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请何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给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